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其實講起來啊 這個民意調查 會這樣子極速的變化 我只講幾個例子好了 今天美國一般人到Wallmark 到Siers去採購 貨架上幾乎全是 Made in China 是喔 是喔 20年前 這個認為像台灣是製造廉價品 20年以前也認為中國大陸是製造廉價品 到現在美國的市場 你連洗衣機 冷氣 電視 電腦 筆記型 電腦 都是Made in China OK 那美國的製造業又不興盛 所以政府這個帶風向一帶 因為俄羅斯不是美國最大的潛在的敵人 因為俄羅斯的國力沒有辦法跟美國來拼 但是可以跟美國拼的就是中國大陸 是 所以我覺得美國人做很多事 布局都很深 布局都很早 現在中國在爭取歐洲 可能這是因為俄羅斯戰爭的 那可能跟中國有點脫鉤 市場還在 對不對 那現在美國一看 俄羅斯戰爭就可以把中國大陸 你有沒有暗中支持俄羅斯 俄羅斯已經是邪惡的 發動戰爭的人 戰犯 屠夫 那你背後是 將來我就有藉口來制裁你 或者是圍堵你這個東西 但是我現在看 在軍事戰略上 圍堵中國大陸的包圍圈 還不形成有力了 你想印太戰略 你還看不到印太聯盟裡面的 有多大的軍力 你只有新加坡 住了新加坡一點美軍的艦隊 航母 但是不足以封鎖 像中國大陸的三艘航母 也出來 將來也是在南海的地區 來維護海上思路 而且路上鐵路跟海上思路 到目前都沒有賺到錢 中國大陸已經投資不少錢了 那美國當然這個時候 不管虛張聲勢要幹什麼也好 讓很多國家說 不要陷入這個兩條思路的 這個債務危機啊 什麼東西給你創造這些名詞 這也是削弱中國大陸的 經濟的發展嘛 所以我講 你看 他很多事情做很早 你第一島鏈他不夠 他第二島鏈 第三島鏈 對不對 即使現在的戰力還沒有形成 但是他這個布局已經布了 那現在把中國也帶了醜化 也就是將來制裁中國 或者跟中國對抗的正當性 它就有了嘛 你學走心國嘛 就是二次大戰裡面 軸心國是誰 希特勒嘛 對 日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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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問題 現在就是這個局勢很亂 現在我們可以正式宣布 冷戰已經開始了 新冷戰 熱戰的苗頭也開始萌芽了嘛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嘛 有幾個可以棋子可以用的國家很多了嘛 南韓 北韓 對不對 台灣 兩岸 那個 那個這個 烏克蘭弄完了還有波蘭 還有立陶宛 多了 還有科索沃可以用了 弄塞尔維亞對不對 多了 所以你看連那個什麼太平洋那個小島 佐羅門群島 佐羅門群島 那屁大連他都可以拿來聲討 你中國大陸有什麼野心 但是我們在看幾十年 中國大陸對外沒有擴張一公里的地啊 這個中國大陸有講過說 過去這80年 美國搞了多少的 對 過去40年美國射了多少的導彈 中國大陸一顆都沒射過 他不想說 射別人家去啦 他沒有去擴張他的領土 他只擴張經濟上的影響力嘛 對 所以這個東西啊 你美國不是一再強調 世界是自由貿易 我是資本主義 講的自由經濟 現在搞的 搞的現在是 制裁法把這個全世界一分為二 你是獨裁國家 我是民主國家 是非好像搞得那麼清楚 對 亂了 我覺得現在真的亂了 真的亂 任哥 這個法案事實上就是 PU那個民調做基礎 對嘛 就是這個民調做基礎 這個不是現在提的 事實上是 那個 那個普京去參加冬奧 然後跟習近平弄了一個聯合聲明 然後他們就在醞釀 那這個法案是3月31號提出來的 3月31 只是現在才要送審 對 那主要的背景就是 美國認為中俄聯手是最大的威脅 對 他有比較好幾個項目 另外一個項目 比如說中國介入美國政治 這個擔憂的人 擔憂的人 我們講最嚴重的 就是最嚴重的項目 那中國介入美國政治擔憂的認為最嚴重只有47 那中俄聯手是62 那中國的軍力的崛起是43 那中國侵犯人權42 那中國的經濟競爭才35 然後兩岸的衝突才35 然後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才26 就美國人最擔心中國大陸做什麼事情 那第一項就是跟俄羅斯結盟 那62 然後有點擔憂還有30 所以加起來是92 所以是在這個大背景下 那你去想一想今天要選舉嘛 所以當然所有的議員一定支持 這個法案一定過的 一定過 可是他有一個大背景 就是說他提的時候就是俄羅斯戰爭嘛 對 所以他的結束點他是這樣設定的 就俄羅斯戰爭由國務卿布林肯 宣布結束的日子 那要提出報告 就提出報告 提出報告 那過去這段時間 兩國有沒有搞來搞去 就是中國具體協助了俄羅斯哪些事情 好 你要給我提出報告 那他這裡面當然提出了各種可能性 就中國可能這樣去幫助俄羅斯 這樣去幫助俄羅斯 那就是他自己講啊 這定調在想必當然 對 對不對 國會議員就是這樣 他列出很多種可能性 然後說俄羅斯戰爭結束日 你要提出報告 那如果沒有結束啊 從現在開始算起的兩年內 你要提出報告 就是如果俄羅斯戰爭長期化啦 那他就認定中國一定會幫俄羅斯嘛 所以你就兩年兩年要提出報告 兩年會不會太久啊 不是啊 Bully Johnson認為會打十年啊 你忘了 不是 那假設戰爭結束 我提出一次報告結束完了 沒了 就報告出來了 我覺得他們認為不會結束 那後續還要 我假的 那後續還要 每90天要更新更新更新 不是不是 這個是 30天成立之後要立刻提 對 然後第二次 30天9天再更新嘛 那個就是俄羅斯戰爭結束的報告 那這樣變成 那如果是之後要一直更新 變成長期在監控兩國的 本來就是啊 他們認為這是最大威脅當然要監控 我講一個戰爭的一個原則 這兩邊衝突了 通常就是有一個戰略目標 譬如說當初希特勒要把歐洲打到海邊 英國趕出鄧科爾科 那就是一個海洋是個邊界嘛 對 那中印的衝突因為有個喜馬拉雅山嘛 所以只能抱小型的衝突吧 現在問題你看為什麼倫著世紀講十年 因為你從烏東到烏西沒什麼大山啊 沒什麼大河啊沒有大海啊 後面還有波蘭啊 所以你說雙方只要有力量 有這個意圖 你說這個戰爭能停嗎 就又來反攻了啦 對 打來打去嘛 游擊也好 衝突也好 沒完沒了的 只要後面有人支持 提供物資 提供烏克蘭有的是人啊 打個沒完啊 打個沒完嘛把武器給你 其實我補充一下將軍啊 你想一想 如果真的這樣打 那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就不會取消 當然 可是中國會偷偷幫俄羅斯 不幫 就到時候不幫都 就算現在沒有 之後可能都還是得幫 不可能沒有吧 我說假設啦 你說你如果繼續用SWIFT 來制裁俄羅斯 那俄羅斯要跟誰交易啊 對啊 那金融支付一定要要俄羅斯 你拉聯盟我不會拉 那為什麼不弄一個目的法案呢 為什麼不弄一個 以印度總理莫迪為名的法案呢 蛤 奇怪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呢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好幾保氣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取